FOMO Asia宣布与Pi链商城建立社区伙伴关系,然后将于3月20日至23日在中国香港举行,并且与顶尖的Web3平台连接,同时也会宣传Pi Network。 而这个活动将聚集来自The Sandbox, B&B Chain Innovation,和香港政府官员的顶尖演讲者。 这将是与他们建立联系,向他们解释Pi Network的生态系统,并建立潜在商业合作的绝佳机会。 这将吸引更多的开发人员和投资进入我们的Pi生态系统。 大家好,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小轩我为大家整理了两个PiB新资讯,让大家知道近期PiB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消息。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在3月2日,全球历史最悠久的企业新闻美通社PR Newswire,发布了一篇对Pi Network进行了深度报道。 文章将对Web3和Pi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这个PR Newswire是什么来的呢? PR Newswire成立于1954年。 它是全球领先的新闻发布和传播平台之一。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 这个公司提供广泛的传播服务,包括新闻发布、多媒体内容制作、社交媒体营销、数字传播、媒体监测等, 帮助企业、组织、政府和个人将消息传递给全球媒体、投资者和其他目标受众。 PR Newswire的客户遍布全球,覆盖多个行业,包括金融、科技、医疗、零售、旅游、能源、环保等。 PR Newswire是全球最大的新闻发布公司之一。 其服务在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至于这个公司发布的新闻可靠合权威性吗? 他们发布的新闻和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主要取决于其客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因为PR Newswire本身并不负责新闻内容的审核和验证, 而是帮助客户将新闻和信息发布给全球媒体、投资者和其他目标受众。 因此,PR Newswire发布的新闻和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需要我们自行评估和判断。 不过,PR Newswire作为一家全球性的新闻发布和媒体传播公司, 他们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广泛的全球媒体资源, 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传播服务, 帮助客户将信息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 此外,PR Newswire也致力于维护其声誉和声望, 采取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和道德标准来保证其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 并且在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因此,PR Newswire发布的新闻和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需要我们自行判断。 但它作为一个新闻发布和媒体传播公司, 它的服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那么这篇新闻文章是谁撰写的呢? 那么PR Newswire是一个新闻发布平台, 它不是由个人撰写的文章。 它发布的新闻稿一般是由公司、组织、机构等提交的, 并经过审核后发布。 因此,PR Newswire没有特定的作者, 但是文章的最后有说来源于Pi Network。 小萱我就不知道他们说的Pi Network是Pi项目方, 还是Pi Network的忠实粉丝了。 那么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负面还是正面的呢? 小萱我读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正面的。 那么这个文章讨论了Pi Network的增长和里程碑, 包括其全职团队成员数量的增加, 应用程序的开发和对KYCID审核算法的新改进。 文章还提到Pi Network在产品和生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发展, 包括推出开发者平台功能和生态系统相关更新。 文章中也提到尽管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收缩, 但Pi Network仍在不断壮大。 这表明Pi Network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和长期愿景。 文章最后提到Pi Network的工作是在区块链上构建生态系统, 以支持一个由大型社区构建的新web三社交网络。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其开发者平台和Pi应用程序创建和使用工具。 整体来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说是比较正面的文章。 这篇文章可以让更多人了解Pi Network。 通过这些信息,读者可以了解到Pi Network是一个加密货币挖掘社区, 旨在建立web三应用程序生态系统, 并通过在移动网络平台上提供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实用工具实现。 它还提供了一个以移动端为主的挖掘方法, 具有低成本和轻量级的环境足迹, 使得参与加密货币挖掘变得更加容易和可持续。 OK,那么这次PR Newswire发布的这个Pi的新闻文章, 小萱我认为这对于Pi Network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以让大家更了解Pi, 以及相信这个平台能够实现其承诺并提供一种更加公平, 低成本和可持续的加密货币挖掘方式。 第二个消息更新,PiChain Mall成为亚洲最大web三峰会的社区伙伴, 有些新派有可能不知道PiChain Mall、Pi链商城是什么。 小萱我就简单跟大家说Pi链商城是什么。 Pi链商城是2021年10月首届Pi Network黑客马拉松的获胜者, 也是Pi Network中最活跃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之一。 这是一个分散的市场, 允许全球Pi用户使用Pi币作为货币购买, 销售和交易商品和服务。 OK,那么在3月3日, FOMO Asia宣布与Pi链商城建立社区、伙伴关系, 成为亚洲顶尖web三高峰会的合作伙伴。 这个合作旨在全球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让所有Pi友们都能够建立生态系统, 并为每个人提供更广泛的加密货币使用方式。 那么,FOMO Asia是什么来的呢? FOMO Asia是一个亚洲地区的web三峰会, 旨在推动全球区块链社区的发展。 它是一个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区块链从业者, 投资者和爱好者的盛会。 为参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分享最新行业动态、 经验和想法的平台。 FOMO Asia聚焦于web三技术、 去中心化应用和数字资产等领域, 同时也探讨与区块链相关的法规、 政策和商业模式等话题。 该峰会通常由一系列主题演讲、 小组讨论、展览和网络研讨会等活动组成, 旨在促进全球区块链社区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FOMO Asia是一个为区块链社区提供信息和资源的平台, 旨在促进全球区块链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Pi链商城之所以跟FOMO Asia建立社区伙伴关系, 这是因为Pi链商城继续为Pi Network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作为移动挖矿区块链上最大的市场, Pi链商城与FOMO Asia合作已在行业中建立Pi Network的联系, 特别是在香港。 所以,FOMO Asia将于3月20日至23日在中国香港举行, 并且与顶尖的Web三平台连结, 同时也会宣传Pi Network。 Pi链商城的代表Edwin将参加此次活动, 而且Edwin也说, 这次合作将加强Pi Network生态系统。 另外,这个活动将聚集来自The Sandbox, B&B Chain Innovation和香港政府官员的顶尖演讲者。 政府官员,Web三公司的创始人和投资者都将聚集在活动中, 这将是与他们建立联系, 向他们解释Pi Network的生态系统, 并建立潜在商业合作的绝佳机会。 这将吸引更多的开发人员和投资进入我们的Pi生态系统。 Edwin也说自2022年11月以来, 香港政府就对Web三和数字资产表现出兴趣, 并计划成为区块链技术的国际中心。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许多新创公司和协议都考虑签入该地区并申请营运牌照。 Pi链商城在此次活动中的亮相将是与有兴趣的Web三项目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 如果这些协议考虑投资于Pi链商城和其他基于Pi区块链的平台, Pi Network的大量用户基础也将对它们具有吸引力。 这次合作将有助于在区块链行业中推广Pi Network, 因为Pi链商城能够向潜在投资者公开Pi Network的产品, 并让领先的投资者了解和认识Pi Network, 并对Pi充满信心。 同时,这也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让Pi Network可以向潜在的投资者展示其优势和创新特点。 对于Pi Network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挖矿区块链市场, Pi Chain Mode参与和支持有助于加强Pi的生态系统发展, 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Pi Network。 此外,透过这次合作,Pi Network可以与其他Web3项目建立联系, 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和投资者进入Pi的生态系统, 并为Pi Network未来的发展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OK,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Pi友们,一起继续坚持下去哟。 我是小萱,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